暖暖,刚才那个男人是谁? 我老师啊 老师?和老师在一起那么开心? 大叔,你不会吃醋了吧? 对 大叔,他只是我的老师而已 以后不准和别的男人说说笑笑 大叔,你真霸道 那我也只对你一个人霸道 大叔,还没有到吗? 到了,下车吧 叶明觉懒着安小暖 朝楼上的一个VIP包厢走去 暖暖,他们就是我的兄弟 依次是韩逸晨,墨千秋,南丽川和安德鲁 哇塞,你的脸怎么那么快好了 还有,你身上的伤都好了吗? 你是自带恢复功能吗? 嫂子,这可是我的功劳 要不是用了我的秘方 他估计现在还在医院躺着呢 你是医生吗? 是啊,我跟你说嫂子 我的医术可不是吹的 老二,你跟嫂子说这些 嫂子应该不知道啊 就你那变态医术 我想估计没有人想知道 大哥,你今天可迟到了 要罚酒的哟 对,你今天必须要喝了 再说了,嫂子还在呢 我不能喝酒 本少今天可是伤员 喝酒? 大叔今天开车过来的,不能喝酒 嫂子,你这是担心大哥的酒量吗? 哎,大哥可是我们当中酒量最好的 光喝酒都没意思啊 不如跟往常一样,带点赌注 我反对,为什么,这样才有意思啊 你这是没长记性啊 每一次跟大哥赌 咱们谁不是输得最惨啊 大叔,你好厉害哦 这次跟上次不一样 这次换嫂子来赌 以前都是大哥出马 这一次啊,嫂子必须上 既然这样,我就站嫂子这边 你替我们发牌 凭什么,怎么说我也是安家的大少爷 我给你们发牌 想都别想 叶明觉看着安德鲁宁死不屈的样子 优雅地解开自己袖子上的钮扣 动作优雅至极 安德鲁看着咽了咽口水 唯唯诺诺地走上前 大叔,我不会啊 我教你 好啊 大哥 想好这次赌什么了吗 输赢未定 这次我要把之前输的都拿回来 嫂子 你输了可不要哭哦 在随后的时间里 墨千秋简直是啪啪啪在打自己的脸